陆锤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看你17岁 然后练习这个 然后就是有没有 就受过很重的伤 其实这种受伤是蛮多的 比如说鼻子骨折过 肋骨裂过 后面的韧带撕裂过 这边的前交叉 还有那个内侧腹韧带撕裂过 然后脚腕骨裂过 挺正常的 职业选手没有没有伤病的 对 13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平时也会经常打拳 然后我经常会看一些比赛 然后我会看到有时候 像周世民经常受伤 但我可能没有办法 做到像阮盈盈一样 有那么大的心 然后会很包容他的丈夫 去做这个行业 比如说以后我们成家了 然后有小朋友了 我们无法接受你这样 血肉模糊地回来怎么办呢 我还有五年的巅峰期 打完这五年我会退役的 好的 不过这个也要跟女嘉宾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它是一项体育运动 对 所以它是有规则保护的 是的 对应该说的血肉模糊这种情况 其实还是蛮小概的 对就是有点夸张 但是哪怕知道 可能没有办法受很大的伤 但是也还是会担心 其实搏击的受伤概率 要比篮球足球要低一些 对对对 篮球足球的话 它会受伤就是骨折 打自由搏击的话 就是可能是这种 淤青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像这种骨折这种 就比较比较少 毕竟我打13年 也就这么几次 不多